弟兄姐妹 主對平安 平安 感謝主 我們今天與夫所書進入第四十七講 希望我們今天能把第五章就結束 我們就進入最後一章 好 我們先一起來讀今天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比平時稍微多一點點 從二十二節一直到第三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 你們做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你們做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起 要用事 借得到 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節 可以獻給自己 做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電污 周文等類的病 乃是聖節 乃是聖節沒有瑕疵的 與妻子結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暴秘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然而你們個人都要愛自己的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慶重她的丈夫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 主啊我們又來到你的面前 一起來敬拜你 聆聽你的話語 求主你的聖靈充滿在我們每個人的裡面 讓我們台上台下 被你一靈所感 也讓我們甘可的心靈 因你的話語 因你從天而降的靈良得以保足 讓我們能夠知道你話語中的奧妙 求主你保守看顧今天的聚會 讓我們所做的 我們所行的一切都討你的喜悅 祷告奉好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好我們今天呢 就是前面我們用幾張的時間講 不要醉酒 後來我們講到要被聖靈充滿 那麼聖靈充滿的一些具體的表現 不是像特別是一些比較連的教會 會有一點倒地呀 突然說出什麼話呀 或者有什麼一些個人的一些很奇特的表現 一些突變性的情緒 不是的 被聖靈充滿會讚美 會感恩 會順服 這是我們聖靈代理會做出的事情 那麼我們當用詩章送慈靈歌 彼此對口唱其合的讚美主 當就是你的責任 所以基督徒我們唱詩讚美 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剛才也看到我們的敬拜讚美 我們還有師班帶領大家來讚美 我們以後希望能夠用詩章 就是能夠用詩篇裡的話 我們來讚美神 這是我們的責任 不是給神面子 也不是好像給上帝立了功勞 是以當作的 那麼我們也講到神寶座的根基 公益公平和讚美 但以色列的神是以讚美為寶座的 就是在世間第二篇 然後世間八二十篇 第十四節說 公益和公平 聖靈寶座的根基 後面講到說 二十一節就是彼此順服 順服在軍事上指的是 被排列在底下 彼此順服就是 我們看見弟兄姊妹的時候 不是說我是比你讀得多 我比你唱得好 我比你談得好 我比你做得多 所以呢 我就高高在上指高氣揚 而是說 我是被排在下面的 持有所有的寸寸有所長 每一個神的兒女 在教會裡面 都是有他自己的位置 就像你身體上的每一個器官 都有他可或缺的功能 是一樣的 所以彼此順服 指的是我們彼此看對方 都在我的上面 我被排列在他的下面 他是連長 我是排長 他是排長 我就是班長 他是班長 我就是士兵 這種 不是應用在教會的治理上 就是每個人都要說的算 而是指彼此的關係上 看別人比自己強 這是彼此順服 那麼彼此順服 被勝利充滿 彼此順服 體現在了婚姻中具體的表現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在婚姻中具體的表現 我們就說 比夫所說的主題就是教會 他是在講教會 教會是由一群新造的人 所組成的一個新的群體 一個新的社會 我們在一起 我們之間的彼此的關係 是一種新的關係 不是像在外面 我們需要勾心鬥角 我們需要而與我詐 而是我們之間是彼此相愛 彼此關心 是一種在基督裏心造的人的一種關係 這種關係 跟外面所有的關係 跟你曾經認為的所有的關係不一樣 那麼在家庭關係中 體現出來是什麼樣的 今天我們講的是婚姻 以夫所書第五章這段講婚姻的呢 我們應該只要是個基督徒 只要你差不多 不至於說從來不讀經 稍微知道一點點 這就是一段耳熟能詳的經文 我們都非常熟悉這一段經文 尤其是弟兄們最喜歡 弟兄們最喜歡的原因就是 你們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我記得以前聽那個劉志雄牧師講的時候 他對長老他就說 他剛結婚的時候 他就把他太太叫過來 過來過來過來 姊妹過來 我給你念念 就給他念一遍 他就不得意 就覺得你得拼我了 但是神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也就是知道我們知道 不是這個意思 一個成功的婚姻裡 有一位擁有順服之心的女人 和一個擁有捨己之愛的男人 這是一個成功婚姻裡 應當擁有的 那麼我們姊妹們在這裡說 你覺得你自己 是不是擁有順服之心的 那麼弟兄們會問自己 我是不是一個擁有捨己之愛的 二者缺一不可 雖然站在這裡講 但是我不認為 我是一個順服的很好的榜樣 首先是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首先我們講到 妻子對丈夫的順服 這個順服的基本意義就是 妻子承認並尊重 丈夫在保護配偶 並滿足配偶物質上的需求 承擔更大的責任 願意在基督裡順服她的權力 就是丈夫是這個家裡的頭 這個我不需要有太多的這個 太多的講解 當然這個頭我們也知道 不是說像在黑社會 或者說是像在一個機構裡面 我是老大 你就得聽我 去洗衣服去做飯去帶孩子 我們知道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對吧 被聖靈充滿後的婚姻家庭 表現出來的是以此的順服 我們在墮落之前 雅剛看見夏娃的時候說 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但是墮落之後呢 說上帝你給我那個女人 她讓我吃的 這是我們墮落之前 和墮落之後 但是在以福所述這段經文裡 給我們表現出來的一個婚姻關係 是我們成為新造的人以後 又回復到那個最美好的那個婚姻關係 那麼當一個人被聖靈充滿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那麼他妻子順服丈夫 丈夫為妻子捨己 就成為一種可能 如果在此之前我們是大難臨頭個子妃 夫妻本是同靈鳥 所以說呢 男人在婚姻裡所成為的義務 就是愛自己的妻子為她付出一切 正如基督為教會捨自 那麼妻子呢 就是順服丈夫的權柄 妻子是幫助者 我們都知道她是很清楚是一個幫助者 她對自己的頭的順服是甘心情願的 而不是說你其實比我笨 你還得聽我的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呢 這個上帝在創造男人女人以後 她所設立的這個夫妻關係呢 是在我們犯罪以後被破壞 被破壞掉了 他們彼此的一個推卸 而不是彼此的順服 另外呢 我們要注意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下面這句話 妻子不應當讓丈夫在婚姻中的權力 超過基督在婚姻的權力 這句話什麼意思 在我們的婚姻中 完全掌權的不是丈夫 完全掌權的是我們的主 是基督 很多的時候我們在婚姻裡出現問題 有些妻子就是要不然就是不順序的 就是你說什麼我就不聽 或者我覺得不對我就不聽 覺得不聽覺得對了我才聽 那實際上還是你自己做主 就是你來判斷對錯 你認為對的你就聽 你認為不對的你就不聽 或者說這個有些妻子就是特別順服 就是你說什麼我就聽什麼 因為你是頭嘛 你是婚姻中的頭 那你說什麼我就聽什麼 但是我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真理 就是在我們的婚姻中掌權的是耶穌基督 神在婚姻中掌權 他掌握我們的婚姻 所以丈夫的權力不能越過基督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主跟我們說 在這個西班牙書說得很清楚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那麼你做一個基督徒 你就是不能停止聚會 這是命令 這不是跟你商量的事情 但是丈夫呢 就比如說不信主 或者信得不好 你別去 你就別去 你不許去 你老去教會 幹什麼 那麼這個時候 你是聽你丈夫的 她是頭嘛 你覺得她是頭 我又聽她了 我不去聚會了 還是你聽神的 所以妻子不應當 讓丈夫在婚姻中的權力超過基督 也就是說 當丈夫跟基督發生矛盾的時候 你要聽哪個 我們當然不是說 你要對你的丈夫對著幹 去吵架 而是說 你要知道神的權力 在你丈夫的權力之先 因為你丈夫做頭的權力是神賦予的 所以這是我們很多的一個 我們當妻子在順服的時候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我們真的我知道很多姊妹特別的好 就特別的順服 特別的溫柔 她是頭嘛 她讓我幹什麼 我就幹什麼 她說不去聚會 我就不去了 這個不是 我們說順服的意思不是這個 不是讓你丈夫在這個婚姻裡面 她做完全的掌權 她的權力在神的權力之下 那麼當丈夫犯罪的時候 她在態度上和行為上要拒絕 與她的丈夫 這個共同犯罪 或者認同她的這種犯罪行為 並且呢 希望她為她祷告 希望她能夠氣惡從善 希望她能夠回到這個基督裡 讓她尊重你這樣做頭的這個權力 並不是說 丈夫在這個這個 教會裡打人 然後她說 那好我們打的對比你是頭 對吧 你不能認同 這個神教導我們要 身體之間要彼此配搭 彼此相愛 而丈夫在教會裡打人 你肯定不能說她打的是對的 你這種這種 對她這種不條件的順服 我對這種不條件的順服 只能放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所以說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不應該讓丈夫在婚姻中的權力 超過基督在婚姻中的權力 丈夫在教會裡 或者妻子愛說顯話 在教會裡挑拨是非 這個拉冰結派 嫉妒紛爭 然後妻子說好吧 我順復你 你說這個人不好 我也跟你說她就是不好 你說這個人不好好信主 她不應該服侍好 她就是應該下來 對吧 不是這樣子的 誰在教會裡做什麼 這個是神所立定的 而不是你去順服你丈夫 這種犯罪的意志和行為 那麼這樣的話 就是讓你讓你自己丈夫 在婚姻中的權力 越過了基督的權力 這是我們作為妻子要注意的一點 我知道很多的妻子 至少我認識的 就是在婚姻裡就兩種 一種就是不聽她的 我只聽神的 就是完全忽視了這個丈夫 作為婚姻中的頭的權力 就把它亮來一邊 另外一種就是 什麼都提你的奸 神說了你是頭 我順服你當相 教會順服基督 你犯罪我也順服 你罵人我也順服 你不讓我聚會我就不去 這是不對的 我們要記住這一句話 你丈夫在婚姻中的權力 不可以略過基督 他的權力在基督之下 也就是說你丈夫說 你以後不要信主了 你不要去教會 你不要當基督徒 你說好吧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你倆一塊下地獄嗎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 丈夫是頭 但是她呢 她的權柄是神賦予的 我們舉個例子在教會裡面 哥林多教會呢 就是我們知道 是很大的問題的教會 拉幫結派呀 然後高鐵恩賜呀 然後混亂省餐 在婚姻中也很混亂 他們還有一個問題 在哥林多教會有一個 今天所講的就是這個 叫做女權主義 或者說他們叫平權主義 就是女權主義 女人都嘗試要跟男人一樣的做 從事男人所從事的一些事情 要與男人有同樣的舉止和表現 不是說女人不能做男人做的事 而是舉止和表現 一些著妝 一些言談 是不能一樣的 但是在哥林多教會呢 這些婦女們 很多弟兄 很多姊妹被捲進來 他們也一樣 最突出的體現就是這個 蒙頭 就是這個蒙頭 在那個年代 婦女是要頭髮紮起來 蒙起來 兩種人不蒙頭 只有兩種人不蒙頭 一種人就是娼妓 一種人就是這個 所謂的女權主義者 他們橫頭散髮 所以保羅說你們要蒙頭 你們作為女人 你們不能失去一個姊妹的體統 不能夠這麼做 今天的這些平權主義者 就是這些女權主義者 更加囂張 我們在紐約很清楚 每一年就是有那麼一個日子 就是曼哈頓 不光一天了 好多天對吧 反正我是看過好多照片 在曼哈頓那些公園裡面 那些女的就赤裸上針 他們叫什麼運動我也忘了 大概意思就是說 男人能光榜我也可以 這個都見過對吧 就在走在街上 他們就是不穿衣服 上半身就是裸露著 這是非常囂張的一種行為 他們要求是跟男人一樣 就是男女平等 其實這不是 不是男女平等 所以在布林多教會 當時面臨這樣的問題 今天的這些女權主義者 今天的這些LGBTQ 他們穿衣不成系統 分不清楚男女 這是在婚姻中是不許可 在我們基督徒中也是不許可 在婚姻中男人是頭 女人是身體 你是要順服她的權力 你不可以要求跟她一樣 神都跟她一樣 你在家裡說什麼 我也要說什麼 你穿衣服 幫膀子 我也要幫膀子 沒有這樣的事 這個不是聖經的教導 聖經裡告訴我們是男人 是女人的頭 我們是她的身體 在婚姻中 女子處於一個幫助者的地位 處於一個順服者的地位 處於一個身體的地位 是要去順服的 我們要明白 所以我們基督徒呢 我們很容易走極端 要不然就是男女平等 我什麼都要跟她一樣 言談即使也要跟她一樣 她光幫我不要光幫子 要不然就是聽她的 什麼都聽她的 越過上帝去聽她的 上帝不讓你幹的事情 他讓你幹你也幹 上帝讓你幹的事情 他不讓你幹你就不幹 我們容易走這兩個字端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應該是走在這個 不偏左右 你的教室不隱藏 不偏左不偏右 走在神的質地當中 既要順服這個丈夫的屬靈的這個權力 同時不要越過了基督去順服她 這是一個做妻子 一個順服的女人的基本意思 就是我們要基者不偏左也不偏右 那麼在提多書裡面呢 就是第二章是這麼說 就是首先是勸老年婦女如何 然後是指教那個中年婦女 她是這麼說 她說第五節說 謹守徵結 料理家務 但人有恩 順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被毀報 所以告訴得很清楚 一樣是順服自己的丈夫 料理家務 料理家務這個意思 這個原文的意思就是 在家裡工作 就是姊妹在家裡的不是 不是沒有價值的 就是在家裡料理家務 跟工作是一樣的 其實料理家務比工作更麻煩 就是更啰嗦 你工作了 你今天出去一天累了 回來了 就是拿回來錢 給家戶口 你在家裡料理一天家務 就看不出有什麼電話 你家裡昨天是這樣 今天還是這樣 但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神在這裡 是告訴我們說 姊妹料理家務 意思就是在家裡工作 然後呢 還要謹守徵結 待人有恩 順服丈夫 如果姊妹不能夠順服丈夫 那麼後面一句話是什麼 神的道理會被毀報 神的道理就會被毀報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外面那些 貧圈主義者 他們赤裸上身啊 他們要跟男人一樣啊 他們男人幹什麼 男人什麼著裝什麼語言 我們也要那樣的 那個是神的道理會毀報 那個是羞辱神的事情 上帝創造了女人 女人跟男人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言談局勢 在著裝 在方方便便就是不一樣的 女人就是要跟在方方便便比較得體 你要像一個基督徒 像一個妻子的樣子 而不要越過上帝的這個界線 上帝為你設立這個界線 今天的社會 我們在會議裡能看到 這些人越過的 已經太遠太遠了 還不是一點點 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個 男的還是女的了 那個大打官戶就是 不知道了 什麼是女人不知道 什麼是男人不知道 什麼是男人不知道 根據那個 那個 麥克薇瑟的牧師講 這是神經病 這叫精神分裂症 你不能分析你是個男女 那個小孩 baby生下來 一生一看 不就是男孩女孩 就要甜 他是男孩女孩嗎 不知道他是男孩女孩嗎 那你就不要當醫生了 你就是個精神分裂症 分不清男孩 今天的美國就是個墮落 好 我們先講 妻子的順服 我們記者是順服 丈夫在家庭中 對你的保護 對這個家庭的 物質上的功利 承擔的責任 順服她的權力 是在基督裡的順服 既不要 既不要 就說 什麼都不聽她的 我是男女聽的 什麼都越過她 更不要讓她越過基督 讓她的權力越過基督 這是我們做姿妹的 要注意 如何做一個順服的姿妹 然後呢 我們第二點就講到 在基督裡說 需要兩個人屈一不可 順服的女人和有捨己之愛的男人 其實更多真的講的是捨己 做丈夫的效法的是 耶穌基督捨己的愛 你們做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子 丈夫為家捨得多少 為家貢獻多少 為妻子兒女犧牲多少 為這個家庭的幸福奋斗多少 為這個家安全努力多少 你衝到前方做了什麼工作 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 你怎麼叫你的妻子兒女 完全的順服 你天天掙錢 不拿來養家糊口 外面包小簪 你妻子外面受了欺負 你不拿錢來供應他 不去保護他 你叫他順服你 教會完全順服基督 原因是 基督為教會捨己 所以男人在這個家庭中的責任是非常大的 捨己的愛 跟對方是否配的沒有關係 你不要說我許的太太 她比較的不溫柔 或者說他不夠漂亮 他 不是我心裡想的那一個人 捨己之外 跟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沒有任何關係 你我完全不配得耶穌基督為我們捨己 我們不配得 我們在上人的眼中是罪人中的罪魂 但是他依然為我們捨去了自己 所以說沒有一個人在知道 配得神的羔羊為我們捨去生命 但是他依然為我們捨 很多的弟兄們就是想成為家裡有領袖版的全民的人 要不就是掙很多的錢 要不在教會裡面做牧師做展職 但是如果說他真正是否是一個合格的 一個捨己的一個丈夫 你要看到 不是他在教會裡的表現 或者不僅僅是他在教會裡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看他在家裡的表現 他能夠為家庭奉獻多少 他能夠在家裡是否會犧牲 是否會捨己 這是他真實的屬靈光景 很多的弟兄就是在教會 我們在教會現在越見越少 以前是我們茶間要見面 我們聚會要見面 我們還有很多的施工要見面 因為這一場瘟疫 我們茶間基本上都是在網上 我們逐日也有人在網上 有的人我都覺得我們幾個月都見不著他 或者一兩年我都見不著他 那麼我們根本都見不著面 他真實的屬靈光景是怎麼樣的 真的很難去判斷 很難去判斷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他在家裡中屬靈光景是真實的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師母 他比較極端一點 可能牧師家裡跟家外反差太大了 那個師母在牧師講道的時候 就抱著他的被子 然後就放在腳盤上說 你就住在這兒吧 你住在這兒的時候 就看你特別好 特別像我的丈夫 你就舍己的講得也特別好 你回家以後 你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教會裡面 我們可以偽裝 看出我們特別好的一面 但是在家裡面 是表現出我們真實的一面 耶穌基督為教會舍己 可不是表現的 他是實實在在地 把他自己的生命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說你應該 如果說你想成為一個真正的 這個 基督裡的一個好丈夫 那麼你要做的 不是像貴生會老大一樣 對你的兒女 對你的妻子 一直棄實 而是實實在在地扶下去 為他們舍己 去服侍他們 去帶領他們 那麼我們繼續看經文 我們看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說 要用水借著道 把教會洗淨成為聖節 可以獻給自己做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節沒有瑕疵的 那麼這裡就涉及到 丈夫的另外一個職責在基督裡 神是借著他的道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來聽道 我們為什麼要讀經 我們為什麼要禱告 我們為什麼要查經 是神借著他的道把教會洗淨 我們身上的污秽 我們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們以前在做這個沒有蒙恩之前 我們身上肉體的一些罪 我們借著神的道洗淨 我們借著神明白神的話 借著聖民的能力 我們活出一個新人的樣式 那麼救贖我們的事 是上帝的道 竭盡我們的也是上帝的道 所以說一個丈夫 如果你真的進到一個丈夫的職責 那麼你要在神的道上 要帶領你的妻子 帶領你的兒女來親近神 將神的美德交換到他的生命裡 使他越來越像基督 這是你的屬靈的職責 作為一個父親 作為一個丈夫 你另外一個身份 不僅僅是你要供養這個家庭 你還要在道理上要教導 帶領你的妻子 使他捷徑 使他成聖 這是一個丈夫的職責 所以說不管是未結婚的還是已經結婚的弟兄們 你要討論到這一點 你不是說我掙了很多錢 我給他買了豪車 我給他買了豪宅 那麼我就是一個好的丈夫 你要掙錢養家糊口 這是神說的 你要汗流滿面才能糊口 另外你要在屬靈方面 借著神的道讓你的妻子得以結婚 使他更好的愛基督 成為越來越像基督的人 這是丈夫的職責 這是丈夫的職責 我們要記清楚 這是丈夫的職責 神的道 神的道是基督他的道來結婚他的教會 不要讓你的妻子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 或者為難的境地 不要讓他獨自去面對這個世代的邪惡 妻子是容易被騙的 我們看在伊甸園裡的那條蛇 他為什麼不找亞當呢 因為男人是長的 如果那個蛇為亞當說 神其實真是說 亞當說 哎 神出了 男人是長的 她說了 她說了不能吃 完事了 夏娃的蛇的誘惑結束了 她就問夏娃 神其實真說 夏娃說 神說了不能吃也不能摸 因為她腦子想的比較多 賺的比較多 已經開始有別的想法了 然後她先吃 然後再給亞當吃 所以妻子容易被誘惑 男人不容易被誘惑 女人容易被誘惑 為什麼在這個感情裡面 我們看這個被騙的 被騙的真的是 比例相對來說 真的是女人要高一些 男人想你騙 小姑娘 尤其是有點激勵的 想騙是很容易騙的 所以作為一個丈夫 除了在物質上供養你的家庭 供養你的妻子 你在鼠銀上 還要借著神的道 去接近你的家庭 接近你的妻子 所以 耶穌基督不僅僅是 為我們死 赦免了我們的罪 她也賜下她自己的話語 賜下聖經 來代理我們 使我們成聖 那麼這一部分的職責 在家庭裡 是屬於丈夫的 讓我們成為 教會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 那麼妻子呢 也是在教導 家庭的教導上 是屬於這個男人的 所以我們給這個姊妹們 未婚的姊妹們一些忠告 如果有一個男人 她說她愛你 她為你如何如何 為你願意什麼什麼 願意娶你如何如何 但是她並不打算 在屬銀的生命方面 待遇你 她只是打算 就是 給你掙錢兩戶已經不錯了 這根本就是打算騙你 騙你 騙你就是欺騙肉體 騙財騙色 騙完了走人 這種人 她不會注重 保守你自己 生命的聖結和尊貴 如果一個真正愛你的人 她會注重 保守你的聖結和尊貴 她不希望你穿著很暴露 她不希望你隨便跟任何人 包括跟她 發生這種關係 她希望她的妻子是一個 自重的 自愛的 保守她自己 真傑和尊貴的一個女人 所以也要擦亮眼睛 不要講的說 她長得帥 她有錢 她長得美 她大長腿 我就要求要嫁 我們要看看上帝在婚姻中 為我們所預備的 讓我們所去嫁的 去取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一個丈夫 如果你真的愛你的妻子 你真的是要引導她 親近神 這是一個丈夫的實責 而不是說你天天看電視 然後跟她一起看 你們打牌的時候 你們三缺一 你們趕快讓太太上 這不是丈夫 應當做的事情 你在真理上去教導她 我們持續不斷地 不止息地 我們來聽主的道 我們查經 我們聽道 那麼讓神的話語 不斷地竭盡 不斷地竭盡我們 直到我們死的那一天 直到我們死的那一天 所以二十七節說 要獻給自己 可以獻給自己做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墊 沒有奏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結 沒有瑕疵的 這個榮耀的教會指的就是 我們也能想到 就是有盛大的光彩這個意思 沒有電污指的是 沒有任何的污漬 就是潔白的 潔白的 沒有奏紋就是指沒有缺陷 這個潔白的是一個盛大的 一個榮耀的 沒有污漬的 是一個沒有缺陷的 一個教會 這是我們作為弟兄 要對待我們妻子的方式 我們希望她是沒有玷污的 我們希望她是沒有缺陷的 是一個純潔可愛的 一個妻子 而不是說她整天穿著吊帶露體的 然後掛來放去 這個男的也說漂亮 那個男的也說漂亮 你不要讓她陷到這些底面 這不是一個丈夫應當做的事情 這不是一個丈夫應當做的事情 所以說 我們要 這個丈夫要在婚姻裡供應她的需求 不是說她想要什麼 你就得給什麼 她的需求跟她的 她的這個需要跟她想要的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對吧 她需要的不一定是她想要 她想要的也不一定她需要 你讓她明白她需要的是什麼 她需要的是你在故事上供應她 保護她 是你在屬於她去帶領她 去領導她 讓她把她領到神的面前 我們照顧妻子 不要把她當成一個洗衣機 一個廚師 一個保姆 一個可以同窗共整的人 她是上帝賜予你的 賢慧的 其實英華賜的 她是上帝賜予你的 你應當去光環她 去保養她 去顧惜她 這是弟兄在這個 聖經裡的這個婚姻裡的職責 二十九節說 從來沒有人恨過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不惜 正像基督帶教會也一樣 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保養的意思就是滋養 就是餵養滋養 基督用他的話語來供應教會 來餵養這個教會 丈夫也應當供養他的妻子 顧惜 顧惜 他的字面的意思是說 用體溫去溫暖或者軟化 就好像一隻鳥 在自己的窩裡 用體溫去溫暖 然後讓小鳥在裡面待著 是一個意思 所以丈夫要為妻子提供一個安穩的 一個溫暖的 一個柔和的一個家庭 提供保障 而不是讓他自己獨自地去面對這個事情 你不能夠這麼做 所以我們要知道 丈夫對妻子的捨己的愛 兩部分 一部分就指的是物質上 你要養活他 你要供養他 你要保養不惜 另外一方面 屬靈方面 你要把它帶到基督的面前 讓神的道 神的話語 來竭盡他 來洗淨他 使他成聖 使他成為一個聖絕的 榮耀光彩 沒有作文 沒有玷污 沒有瑕疵的 一個聖絕的情 丈夫的兩個職責 兩個職責 所以丈夫的職責更重 在婚姻中更重 我們普遍的一個認知就是 丈夫要兩家糊口 但是我們缺了另外一個 就是你在屬靈方面的待遇 就是你在屬靈方面的待遇 妻子要順服 我們普遍的明白就是 她說什麼不聽什麼 但是你忘了另外一件事 丈夫在婚姻中的權力 不應該越過基督 這是我們要求注意的 這是神告訴我們的 這是神告訴我們的 那麼神所設立的婚姻 我們看最後一點 三十一節 三十一節說 為這個緣故 為這個緣故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秘 但我是指著 基督和教會說的 然而你們 個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 他的丈夫 離開 我們說 離開 在斯拉文裡 它有個加強的意思 就是完全放棄 就是 你不是說 你就不認父母了 而是跟你以前的家庭 要完全放棄 你以前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不應該插手 不應該插手 那我知道 我們媽保單 我媽說了 我們房子怎麼怎麼地 我媽說了 孩子要怎麼地 我媽說了 喜歡男孩也喜歡女孩 這個都不對 就是完全地 跟以前的家庭 在這些治理上 是離開的 是你們夫妻兩個說了 算了 是你們彼此去商量的 要離開父母 妻子聯合 以婚夫妻進入婚姻關係 如果你無法割斷 跟你以前家庭的 在這些內在的這些財務上 其他方面的聯繫 是會出問題的 我們這樣的婚姻看了不少 尤其是過去中國的那種 幾世同堂的那種大家庭 婆婆一天到晚就是 婆婆說了算 天天的媳婦和婚婆 後面的媳婦也說了算 這樣的家庭不會幸福 這樣的家庭不是神所要求的 不是神要求我們去做的 那麼聯合 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意思就是 它是就是 我們連在一起 就是粘在一起 就是不分開的意思 就是你夫妻兩個是粘在一起 不能分開 就像頭跟脖子粘在一起 不能隔開 是不能分開的 所以我們這句話裡面 我們《創世紀》裡面有 《馬太福音十九章》裡面有 其他很多書經文都提到這個經文 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 與妻子聯合 完全就是 是一個新的家庭 就是神所創立的一個新的家庭 不應當 不應當 就是跟你舊的家庭 在許多的事情上 有瓜葱 如果有的話 就是很麻煩 上帝創造了夏娃 那亞當又創造了夏娃 夏娃是跟亞當 是兩個人 有神的形象 但他們又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就像我們唱歌的時候 如果我們合唱 我們二十個人站在台上合唱 我們大家都唱得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 那個《紅樓夢》 那個陳莉 知道陳莉唱的 她是一個人唱了七遍 就是每一首歌就是那個和聲部分 不是那個就是 那個合唱的部分吧 就是我們說的chorus那部分 她一個人唱七遍 聽起來像一個人的聲音一樣 但是因為別人對她的聲音合不上 沒有那個效果 沒有那個好 可是如果我們十個人 二十個人站在台上 我們唱四個聲部 五個聲部呢 是不是更好 是不是更好 我們那個聽出來就像交響樂一樣 這個音樂的豐富 它裡面的那種不同的聲部 唱來不同的感覺 高低中 男高 女高男低 女低男低 如果再有其他的 我們能唱出來 就是那個 那是怡族還是鳥族 就是有一個什麼小水井合唱團 他們能唱八個聲部 就是能唱 那聽起來感覺不一樣 那麼在婚姻中呢 我們不是合唱 我們是合聲 就是男人跟女人唱不同的聲部 但是合起來呢 更能打動人心 更加的美好 所以上帝創造了男人和女人 讓我們在一起的這種關係 是彼此的配搭 而不是一樣 如果說你姊妹對丈夫說什麼聽什麼 那就是一樣的 那不是上帝的心意 對吧 他犯罪你也順從 他打仁你也覺得對 他不讓你聚會你也覺得好 那是不對的 或者說他說什麼你都不聽什麼 那就各唱各的 不是一個調 那也不好 但是我們唱的是 同一首歌 卻是不同的聲部 合起來就是一個美好的和聲 跟交響樂一樣 就是上帝創造就是這樣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而不是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 或者其他很多個男人女人或者什麼 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這是神在聖經裡為我們設立的 祂是指著基督和教會來說的 所以上帝並不是說 藉著基督和教會來反應男人和女人的婚姻 而是藉著婚姻來反應教會 我們要清楚這一點 所以說婚姻的本質 你要反應出福音 你要反應出神的心意 所以兩個人在耶穌基督裡 如果兩個人被聖靈充滿 他們彼此之間的順募 他們結為夫妻以後 神的話洗淨 重新塑造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對他們的看法都有改變 他們被聖靈充滿的一對夫妻 所表現出來的婚姻狀態 才是真正神讓我們表現出來的 婚姻狀態 如果是那種狀態 會吵架嗎 會打架嗎 會有矛盾嗎 不會 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 妻子順服丈夫的 帶領的權力 丈夫呢 作為一家主 為妻子審命 不會去 不會去 不會去虐待 不會去苛責她 這是 這個 上帝所創造的婚姻 所以 除非 這個男人 你要找這個 弟兄 這個男人 他除非真的已經被施架所破碎 他們除非真的已經來到主的面前 他被聖靈充滿 這是你要找的 而不是找一個 開心的 漂亮的 有錢的 帥的 不是這樣子的 上帝所設立的婚姻 他有舍己之愛的 一定是經過神的破碎 經過神的道德捷徑 否則姊妹千萬不要跟他結婚 否則他不會為你舍己 他那天看你不可愛了 他對你的感覺消失了 他立刻就會背棄 他立刻就會離開這個婚姻 所以 不管是弟兄找妻子 還是姊妹們找丈夫 都要搞清楚 他是在基督裡 有順福之心 或者舍己之愛的 否則這個婚姻一定會出很大的問題 除非這個男人對你說 我真正地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 我願意像基督教會一樣的愛 為你舍己 除非這個姊妹說 我願意像教會順福基督一樣的 順福你在家庭中的權力 否則這種婚姻一定要出問題 所以說 我們的這種婚姻一定是在基督裡 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一張尋求的我們的婚姻關係 就是神所設定的 神所設定的這種關係 聖經說 我們婚姻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把福音展現出來 這個世界真的 這個世界在婚姻中的犯罪太多了 我曾經前幾年吧 這兩年好像這個新代理一樣 求生饒恕我 前幾年我對這個婚姻的負擔特別重 我總覺得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 我們都結婚 就是都結婚 進入一夫一妻的這個婚姻 不管你信不信主 就是後面再說 不管你信不信主 這個社會就非常的穩定 家庭是這個社會的一個最小的細胞 就會非常的穩定 但是撒旦要破壞了這個婚姻 他不僅僅是讓男女沒有結婚就同居在一起 這不算什麼 或者男人長三心四切 這還不夠 這已經非常非常的惡毒了 但是這還不夠 他純粹讓你就不知道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小孩子就開始性別認同就發生障礙 然後就開始吃藥 然後就開始吃青春阻亂劑 然後就開始變性 然後分不清男女 他就完全就要破壞一男一女的婚姻 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生一世 這是神所生命的 除此之外都是犯罪 這都是犯罪 但是撒旦今天帶領這個世界走到多麼的遠 帶領教會也走到了多麼的遠 教會真的也很認同啊 好像比如在法華盛 我們在法華盛都知道 就是一個弟兄來了 或者一個男人來或者一個女人來 家裡的另外一半很多年都不能來 怎麼辦 找到人搭火過日子 大家都很認同 但這不是神的心意 這個不是 對吧 就完全是違背的 就是違背神的心意的 可是這就是這樣子 已經算是好的了 我們看看這些 唯背天理人倫的那些LGBTQ 看看他們已經荒謬到了什麼程度 十二歲的小孩子 自己連法律的行事 社會的行為能力都還沒有的時候 已經可以決定自己要做男的還是要做女的 已經開始電氣了 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是破壞上帝所設立的婚姻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 所以說我們不管你是 我就是姊妹要找一個丈夫 還是定要找一個妻子 一定要找在基督裡的 一定要找一個有順夫出來 明白神心意 就算是我們一時做不到 我也不覺得我能做到 但是你起碼要知道 你自己跟上帝畫一個差距 你朝人的目標 借著神的道洗進自己 朝人的目標去追求 你不能找一個在世界上 他認同同情戀 我雖然是異性戀 但是同情戀沒關係 我覺得挺好 他認同這樣的東西 認同不男婚女 認同這種亂性的這些人 有一天你就會成為那個犧牲品 你絕對不能找這樣子的 這是完全得罪神 這也不是神設立婚姻的目的 我們說了 神是藉著婚姻 要把福音展現出來 難道說教會可以是不聖結的嗎 有沒有榮耀的 是周文顛覆這些病的嗎 難道這個教會 教會是聖結的 要成為真結的童女 可以獻給基督 難道教會是真結的童女 不知道童男還是童女 童還是童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男還是女 獻給基督 基督不要 上帝不要 上帝用他的道洗禁的是 他聖結的教會 實現了他道洗禁的教會 沒有任何的瑕疵 沒有任何的疾病 沒有任何的玷污 是個榮耀的教會 那麼我們在婚姻裡 要展現出來的正是福音的 福音的本身的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婚姻裡 應當怎麼去行 我們怎麼能夠認同 我就不知道那些基督徒 有一些基督徒 怎麼投票的時候 能夠投給民主黨 我真的不懂 我不是說我是真不懂 怎麼能夠認同這些東西 這是公然唯唯聖 這是下地獄的事情 你怎麼能夠同意呢 居然有人同意 也許他們不明白 沒有讀過這個經文吧 求生年齡 所以我們去找配偶的時候 不是找有錢的 不是找有貌的 不是找有學識的 不是找地位高的 而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所破碎的 否則這樣的人你找不成 你遲早要出事情 所以說呢 如果在你的生命中 耶穌基督不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會找那個人 你希望他是完美的 就是你找一個姊妹希望他完美 你找一個弟兄希望他完美 你找一個弟兄希望他完美 那麼一定會出事情 你找不到 因為沒有任何東西 能夠替代耶穌基督 我們必須明白 再美滿的婚姻 它一定不是我們的理想 不是我們的追求 它是指向另外一件超越的事 就是指向耶穌基督與教會 就是跟他心腹的愛情 我們的婚姻要展現出來 福音的本質 就是 舍己的愛與順服的心 這樣的一個狀態 這是神 在婚姻中要告訴你們的 如果說我們的婚姻 不能夠表現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婚姻的 現在的人 經濟了也無所謂 這個 婚外的孩子也無所謂 身後兒胃也無所謂 然後他是 男孩女孩也無所謂 沒有男孩女孩 居然現在說 美國已經有30多個性別了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弄出來的 就是這些東西 只有男人和女人 只有男人和女人 組成在一起 就是婚姻 預表的是基督的教會 像那樣的婚姻 兩個都難的 難道說兩個同嗎 教會是身體 基督是同 難道兩個同嗎 亂七八糟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要明白 神在婚姻中 對我們的心意 明白神在 這個聖經裡 告訴我們的婚姻 我們應當是什麼樣的 我相信我們沒有人能做到 這個世界沒有人 一個女人 有完全的順福之心 而且這種順福是在基督裡 我也相信 沒有一個男人 完全的像基督一樣的神奇 但是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我們要知道 是神在婚姻中 為我們設立的 我們應當去遵行 我們應當去追求的 這是神所設立的婚姻 神所設立的婚姻 就是這個樣子 預表的是 教會和基督 這是禮佛所述第四十七講 我們今天呢 就把第五章全部結束 從下一章我們就進入 被聖靈充滿順福之後的 另外一個關係 就是父母跟兒女的關係 還有仆人和主的關係 這也是後面兩種非常重要的關係 最後我們就進入我們的穿著 屬林的軍裝 進入我們的穿著 一個在基督裡新造的人 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們都進入到我們的相處 我們的著裝 不是靠著我們自己去 對付這個世界去打斷 而是靠著神所賜給我們的 屬林的軍裝 好 我們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我們借著這一段經文 能夠明白神在婚姻中的心意 能夠明白我們的婚姻有多麼大的責任 向世人展示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福音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本來面目是什麽樣 好 我們一起低頭祷告 主 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啊 我們是你的兒女 我們蒙你的恩典 蒙你的救贖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常常的不明白你的心意 我們真的是被這個世界上 這些撒旦的這些言語 所誘惑 所迷惑 但是主啊 你借著你自己的道 洗進你的教會 讓我們知道 我們每個人在婚姻中 應當是怎樣的 應當有舍己的愛 應當有順福的心 如同基督愛教會 如同教會順福基督一般 主啊 求助你幫助我們這些冷若卑微的人 讓我們能夠在我們自己的婚姻中 活出你需要的你喜悅的樣子 祷告奉還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